他从纽约回国创造中国造型界的神话 他重返纽约奉献独特私家菜 当年如果没有来美国 我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个状态 作为翻冰来说 他真的画完了以后 一下子就是让他的这个时尚气息一下显露出了 实际我的剪头比化妆就变多了 中文巡礼 中国彩妆教父李东田 每当我们翻开中国的顶尖时尚杂志 一张张光鲜亮丽的明星和模特照片下 常常能够看到冬田造型这四个字 他的创办人正是现在被国内时尚娱乐圈 成为彩妆教父的李东田 李东田曾经在纽约工作和学习 他给国内几乎所有的明星大腕都做过造型 十多年过去了 他不仅将这个品牌打造成为 拥有全国六十多家旗舰店的巨无霸团队 还横跨健身餐饮等行业 究竟这一位从一个普通理发师做起的北京男孩 是怎样变成一个彩妆艺术大师 又怎样角色转换成为了一名实业家的呢 今天我们请到正在纽约的李东田 让他来告诉您各种的秘密 李东田1972年生于北京 在媒体的照片中 你总是能够看到他北京男孩特有的阳光外的笑容 李东田的父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尽管从小成长于机关大院 他却在初中毕业时 选择学习理发这条道路 开明的父母没有阻拦他发展这个爱好 这才帮他一路走来 成为中国时尚圈呼风唤雨的人物 李东田21岁的时候 为李少空导演的电影《红粉》担任首席造型 一夜成名 但少年得知的他 突然决定去美国学习视觉艺术 达到重新回到中国的时候 李东田这个名字 在时尚圈里更加响亮了 我会告诉你 怎样让自己更漂亮 中文巡礼大家谈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对于明星来说 走在大街上随时被人认出来 这并不是稀罕的事 不过有这样一个人 他不是明星 却有着明星一样的光环和知名度 他就是坐在我身旁的李东田先生 东田和国内所有的一线大牌明星 都有过合作 也是第一位把时尚造型品牌概念 带入中国的人 感谢您今天做客户的演播室 我们的另一位嘉宾 是我们美国中文电视的记者王依依 冬田这次回纽约 其实并不是为了你的本行时尚业 而是为了打理一个新开张的中餐厅 对吧 对 冬田私家菜 哇 我还去过呢 菜挺不错的 你去过去吗 特别喜欢吃里边有一道菜 渣物丝 其实人家都说隔行如隔山 你看这个时尚业和餐饮业 我觉得这个跨度太大了 我是不敢想的 我不知道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说 我要去纽约开一家餐厅 是这样的 其实开这个餐厅 我不是做餐厅出身的 对 我是觉得我们在北京开了一家 在北京三里屯的这个 village北区 同样的名字吗 冬田私家菜 哇 那有经验了 对 因为我们那个开了有个 也要将近两年了 所以有一定的这个 对餐厅的有一定的经验 因为以前我自己开过咖啡店 对 开过咖啡店 北京现在我们还开了酒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说我 为什么不拿起笔给人化妆 现在开始做菜了 我是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 美食和美容 都跟没有关系的东西 我觉得食品其实每天都要吃 每一个人都会 孜孜不倦地去思考 今天吃什么 我自己老是用这种 老是用这个 这句话问别人 他们今天吃什么呀 对吧 咱很多朋友在一起都是这样 对 所以还萌生了一个念头 要不然咱自己做一个自己的菜 或者就是 想吃什么吃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梦想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说 在纽约要开一个 冬田造型旗舰店 美国真的有这个需求 像我们美国这么多华裔 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需要高端的服务 但是找不到高手 怎么办呢 我们 大家等着一会儿就来 因为我们这个餐厅 其实在开餐厅的同时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计划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是 先用这个菜打动纽约的这个 消费者 然后呢 积累着一定的这个顾客群 然后我们要 未来会要开冬田造型 这是 有这个计划的 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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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能在这个纽约 毕竟我本人还有点纽约情节 对 因为以前必须住过这里 冬田现在的成功 和纽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呢 想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冬田当时94年 其实来了美国 但是第一站去的是西部 去到洛乡基 加州那边 其实那个时候 冬田在国内呢 已经是有不小的成就了 那个时候已经是 李绍红电视剧的 叫首席化妆师 电影红粉 是还是电影 电影红粉 当时还拿了奖 对吧 在德国拿了奖 当时可以说 如果您接着坐下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功成名就嘛 很多人都知道您啦 会找你 就是肯定活不会少 钱也会挣得不少 但是呢 这个冬田为了提升自己 就毅然放弃了 这个国内的 所有这些成就啊 荣誉呀 来到美国深造 也正是因为 来到美国深造 把这些前卫的理念 带回到了中国 然后才是 事业马上就如日中天了 和其他的化妆师 拉开了距离了 因为毕竟 从美国回去的 我觉得美国呢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当年 如果没有来美国 我觉得不会有 我现在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来美国 其实不是说美国 什么都比中国好 但是我是觉得 美国有很先进的思想 而且人们的这个 比较有这个 怎么说 开放的心态 去做很多事情 在当年你要知道 在当年的中国 90年代的中期的话 我觉得 那时候的中国 还不像现在 现在已经是 可以说是 赶超了世界上 很多发展的国家 跟世界接轨 对 不落后 现在是真的是 变化很少了 基本上都是同步的 可能现在这个 比如说Internet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 讯息的交流 可能是在 谈指一瞬间了 已经不再像原来 是你要等很长的时间 说起个人的气场 徐静磊 周迅 赵薇 范冰冰 张子怡 姚晨 这些中国当红女星 都是想当当的 但他们每次出现在 公众视线里的时候 背后都有 李东田造型团队的 全力打造 圈里人在形容 李东田的时候 都说他属于那种 不是明星的明星 而他的粉丝 都是大腕 东田在圈里会做人 跟谁都能处得特别好 他永远均力旺盛 永远满面阳光 永远能够带动 现场气氛 正能量十足的他 一样与他合作过的人 都感到满意 比如说时尚行业来说 据您的了解 你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就是中美差距 中国和世界的差距 那个时代的中国 我觉得呢 就是中国早期的 这个属于这个 fashion的阶段 我经常说 如果我谈到 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估计是 我是到目前为止 还能在 这个月的杂志上 看到你作品的 造型师横跨了25年的 因为25年前 那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 发达的 在fashion这领域里 确实不发达 对 真正发达是从 1998年开始 杂志也兴起的时候 但之前像我 一直都是做 电影电视的工作 我到了美国 真是接触到了 这个fashion 然后认识很多 photographers 然后让这个工作 一下地转型 原来只是为了电影 电视的做法 那电影电视 可能更多的是 做了化妆以后 它要 其实更多的是 copy 因为你要 电影 你要接戏 你有剧情 你要根据 导演的意图 你要不停地去 怎么说 按照人物的 性格定位 角色 对 性格定位角色 这种东西 有一个环境 对 环境 大环境 而这个fashion不一样 fashion是讲求变的 今天和明天 就是不一样 甚至上午和下午 就不一样 那我就太刺激了 这完全浮游我的性格 我还想问您 那个时候 您来过来学习 我想 我不知道您的英文 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时候遇到了哪些 不行 太差了 那怎么交流呢 那个时候 说实话 交流起来 很费劲 做了半年的哑巴 不说话 真的有点 不怎么说 不是一句话不说 但是真的几乎是哑巴 因为那时代的 从中国来的人少 来这里 更多的很多 早期移民 特别是加州 更多的都是 广东话 比较多 我也不会说广东话 然后英语也不好 然后又是 当年人们一说 中国来的 一说中国来的 就觉得有一点 好像吐了吐气的 那种感觉 但当时我的 形象还是不错 当时我 我那时候 溜着很长的头发 更多的人知道 李冬田 是因为化妆 但实际 我的剪头 比化妆和脸多 今天他就知道了 对 因为我的特长是减范 所以你要知道 有一技之长以后 那你赚钱还是很容易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又会剪头 又会化妆 那就更赚钱 然后我同时 对摄影也还有特兴趣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三样东西 我全会 你二十出头 你三样东西全会 而且是干净利索 因为那时候 已经帮电影电视 做了很多了 接触过很多 当年的那 九十年代初期的 人们所熟悉的那些 大明星的名字 都是你的客人 都跟你关系很好 所以你那时候 那个个人的气场 我觉得会 跟一般的人会不一样 都跟哪些明星合作过 那个时代像什么 潘红 丁佳丽 刘晓庆 刘晓庆 就是很多早期的 就是现在大家都是 以前都是年龄偏大了 但是当年他们是 当最当红的时候 像什么孙淳 傅雷利利 现在孙淳也是很红了 在当年 他们还是意气风发的时代 那当然我那时候 还很小 很小孩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 就是越来越多的 电影演员 歌手 也正因为有这个 之前的经历 所以到了美国以后 虽然有一点点confused 有一点茫然的那种 但是不影响 很快一下就找到北了 很快就找到那感觉了 然后并且一下 因为你很多专业性的 专业性的技术 是不需要语言的 对 对 人家说这个 大体的东西 只要解释清楚 你一上手 马上人就反应过来了 那特别是摄影师 他一开始说 好看 然后拍出的东西又好 所以很快 一下接触了很多 就在加州的摄影师和模特 也正因为认识那些人 他们给我接到另外一批人 在纽约 好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接着聊 当今是一个大众娱乐的时代 我们常常会听到身边的人 对于各类明星模特 品头论足 但其实说起 评论明星的脸 最有话语权的 还是李东田 因为他敢在所有明星脸上 动笔 也对每一位明星脸的优点缺点 了如指掌 他之所以能够引领时尚造型的潮流 正因为他常常能够反其道而行之 他能说服范冰冰成为国内第一个 化烟心妆的女演员 他也敢给姚晨画小嘴 他能做造型 也能办学校 还能成立经纪公司 总而言之 他什么都玩得转 中文巡礼 欢迎回来 刚刚结束的甘纳电影节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女星的美丽身影 那她们也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形象吧 代表了我们中国最美的一面 但是我知道这些美丽身影的背后 离不开您的功劳 因为有95%以上的明星 都是您冬天团队给一手打造的 他们都 就是我在想 这些明星 因为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但每个人都想说 我要成为红毯上面最亮的那一颗 您怎么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 我觉得任何一个明星 走上红地毯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有一个闪亮的点 每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独特的东西 要不就是服装 要不然就是 是你帮他们想 是我们整个团队 因为我们很多明星艺人 都是预用的这些 发型师也好 化妆师也好 都是从我们这个团队出来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团队中的很多人 就是很有经验 因为平时拍杂志 拍广告 或者拍很多东西 很成熟 所以他们在 像普克文 他是专门 现在负责 翻冰这个演员的 翻冰我觉得 这是各母公司合作 发生相当久了 从他刚刚出道 从他手机那个时候 就拍一个电影 叫手机 对 那是05年 很早的了 应该是从2004年 应该是2004年左右的时候 好像网上也说 范冰冰真正开始建立自己的特征 然后走现在这个路线 就是从手机这部电影开始 他应该是整个化妆 冰冰还是比较有 这个青春小女生的感觉 后来我认识他以后 那个他当时的经纪人 说冰冰是一个苗子 肯定能红 后来我说他长得很好 冰冰是很少见 就是不怎么化妆 就坐在那里 就是素颜就是美女 他到底真的 有没有整过容的 反正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这样 但是我相信 那时候他还很小的 那时候他还很小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应该是在大概十 因为就十一年前了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那后来我跟他 实际的工作 然后后来改成了这个 Smokey Eyes 他是国内第一个女演员 画这个 对 画这个Smokey Eyes的 但那时候的Smokey Eyes 对于演员来说 很多人还是不太接受的 他胆子很大 然后我重新给他做定位 我说要把那个上扬的眼线 全都把下眼线布上 然后很多人当时都震惊 因为很多女演员 怕画那个像 对 但是作为藩兵来说 他真的画了以后 一下子就是让他的这个 时尚气息一下显露出来 而且他呢 很上镜 很会拍照 他是一上了就会拍照 那当然可能因为演员的原因 对吧 我觉得他很有那种 photogenic 镜头感特别好 特别上镜 没错 你看周迅第一次拍照 我记得特别清楚 周迅说 哎 东天 那个 那个电影我没问题 一对 这种 这种 就这个状态 找找北 有点晕 对 有时候都很逗的 因为我们关系都 私底的关系都非常好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跟 我记得我跟周迅第一次见面 那得在 我估计得有 十四年前了 十四年前 我记得好像是1999年 不是98年 也99年了 所以您看 您刚才跟我们说了这几个例子 我又在想 是不是你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 我给一个明星 画了一个妆 设计了一个形象 第二天不知不觉 中国的大街小巷 都开始流行了 或者是说 您的一个搭配 服饰搭配 一个妆容 引领了中国女性的这种时尚风潮 这种现象应该很多吧 当然 你会觉得 这是一种 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 当然很多人 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想到那么多 只是觉得 这个颜色挺好看 我这个很 合适地放在这个人的脸上 但是因为这个 可能明星也好 模特也好 特别是模特 表现力 跟明星是不一样的 因为艺人只要美丽 要像艺人自己 但模特不一样 几个小时之后 一天里面可能要换几个形象 这也就是做fashion的乐趣 做fashion的makeup的乐趣 特别还有头发 一会是直的 一会卷的 一会短的 一会长的 对 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90年代 李东田最惊人的一个举动 是穿苏格兰裙子 走在北京街头 尽管十多年前的中国 还并不是他们 接受这么前卫的一位北京男孩 但他的能力和魅力 以及对时尚的敏感 恰恰在这里表现出来 可能任何能让我感兴趣的 激发我感觉的东西 我就都可以让我获得的敏感 十多年过去了 中国时尚业如井喷石发展 娱乐业也是欣欣向荣 李东田总是能够打造 一个又一个时尚造型 一张又一张经典的明星脸 前一段时间我记得 有一次我给那个姚晨 姚晨当时这个 她红了以后 很多人都记得她那个大嘴 对 一笑着大嘴 特别喜庆 然后她原来是这个长饭 等我到给她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 突然就反其道形致 把她一下子塑造成了 给她塑造了一个白挺鹅 对 就是给她感觉 但是就是耳目一新 我相信等一下观众们 就可以在电视看的这照片 可能您无意之中的工作 您觉得您可能是说 我喜欢这个 我发现了这个的特点 那个的特点 但其实您也是在推动 中国女性对美的理解和追求 因为其实我第一次 和冬田老师见面 应该是十年前 那个时候在北京 做一档时尚节目 叫魅力前线 我有机会采访过您 但那个时候 03年吧 您在北京已经做得 相当成功了 就是时尚界的标杆 可以说 什么时尚界的这种活动 或者各大赛事 各种各样的模特选秀 比赛也好 都会请您来做这种形象设计 其实我会觉得 做时尚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美化世荣的行业 绝对的 因为我觉得街上 每个人都好看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漂亮的话 那这个城市 其实就是靓丽的风景 又多了很多很多 不仅是楼漂亮 其实人漂亮是最重要的 而且人的这个 不仅是外表漂亮 我觉得人的这个 mind漂亮更棒 因为你的想法 思路会不一样 真的是 李老师特别喜欢做 跟任何跟美有关的东西 美食美酒 美女 美人 你比如说你像张子怡 我记得张子怡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她 她当时是15岁 她当时是舞蹈学院 对 还在舞蹈学院 那天上两个月她去我家吃饭 我们在一块吃饭 还谈到这个事了 她说我都忘了这么久远的一件事 我当时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面试 我记得还是 她说当然我记得 后来我一说这个场景 她依然反应过来 其实就以张子怡为例 我觉得张子怡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动人的小女生 现在已经是 如今已经是巨星 对 如今已经是巨星 气场强大 对 绝对是气场强大 现在的子怡 已经是拥有庞大的气场 和优质的演技了 特别是她最近演的一代宗师 对 那真棒 特别受好评 她配合的宣传给她设计了一套 美容式的一代宗师 穿着时装 然后特别酷的化妆 然后再打圈 就这种感觉 就那个照片的形象感 这也是放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里面 而且子怡还为了这个书 特意琢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给我写了 因为我让她写一段 我说子怡 我说不是写一段这个故事 就是我请了不同的人 各行各业的这个杰出的人 然后年龄有大有小 然后每一个人写一个跟我的故事 四小花旦 您刚才提了那么多人 其实还有一个人 徐静雷 徐静雷 徐静雷和赵薇 对 都跟你 赵薇 我们合作太多了 赵薇第一个华丽转型 从这个小女生到这个 从小燕子登上 对 从小燕子登上那个 10L杂志的这个封面 她最引人注目的一张照片 就是我帮她设计的 赵薇现在也是拍了这个电影 从演员做导演 看房特别好 对 变成了优质导演 对 徐静雷也是 而且徐静雷的那个 有一部 前段是有个电影 他的那个整个的 电影后面的那些 makeup hair 都是我 都是我 自一套来不也自己 做了一个电影 也是 都是 有很多现在的时装剧 很多现在的时装剧 幕后的化妆啊 书头 都是来自多页道型的 而且很多明星演员的那个 之前呢 就为了拍戏的定妆 也都是在我们的这个studio 我觉得可以说 李老师是将中国一线女演员的 她是转型的那个瞬间 都是李老师参与的 对 因为我说实话 我是喜欢 我喜欢 变化 就是变化 如果是 就是我不会为某一个明星去 单独的只为她做 所有的明星 明星艺人 就她需要转型 她需要有特别的演出 或者特别的需求的时候 我会 我会帮他们设计 其他的时候都是我们公司 但 就比如定好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可能公司会派 两个人 可能跟着你 你知道吗 可能两个人跟着你 或者两个人跟着他 就这样吧 但是明天有自己的事 所以这个关键时刻 都是大师出生 因为这个转型 其实转不好的话 就很危险 在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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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